王爷 末将计划 在王妃献万寿武的时候 发出案件 射向王妃 王爷 千万不要以为 末将存有私心 故意伤害王妃 王爷 目前京城 皆知您与王妃夫妻恩爱 出事之后 绝对不会有人怀疑到王爷您啊 所以 王妃是这个计划的 最佳人选 没有其他人选吗 王爷 如果你 不想伤害王妃或皇上 来诬陷太子 那还有一个办法 只有 直接举兵造反 那就正儿吧 扔手 莫会安排 王爷 王爷 这么多年的准备 你终于要实现 校会先后的遗愿了 王爷 相信他老人家在天之灵 也会感到欣慰的 会保佑你马到成功 来干净啊 来干净啊 看他还能忘记啊 前面 我 你 看他 赢 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诚勿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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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 我来 日诚 我怎么会这样 我的诚儿 诚儿 日诚 朕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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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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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死 不 不 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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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正 诚儿 诚儿 你 Democracy 锣儿 你 郑儿 郑儿 小师傅 郑儿的伤势如何 她的情况十分严重 伤口太接近心窝 小师傅也没有把握 能否救醒她 倘若二师兄在就好了 她的医术更高明 应该有把握救醒郑儿 郑儿 父亲 娘 母亲 作证 所要什么 您是她的 你赶快 所以我一遍 还有桑儿 她有 fø合 成娩 我而是 曾经 小师傅 大夫 走 是 她不是 我 你不要太难过了 小师傅 请你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都要把正儿救回来 王爷 皇上龙体有样 请王爷迅速回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请 禀报王爷 经过一夜追捕 罪臣孙国中不知所踪 奉行跳下悬崖 生死未卜 末将已通令全国搜捕 将军辛苦了 诸位 都听着 昨日寿宴上 太子刺杀皇上魏国 竟又下毒手 毒害皇上 我一定要抓到这个武艺弑父之徒 反朝伏法 以告慰皇上在天之灵 将军 皇上驾崩 国不可一日无军 臣等提议拥立梁王继位 好 梁王文才武略 出类拔罪 又是皇上长子 梁王他当之无愧 拥立梁王 登基为皇 拥立梁王 登基为皇 拥立梁王 登基为皇 公请圣上登上皇位 你和奉勋都是朕的孩儿 在朕心中不分宣治 希望你能明白 父皇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保全你 皇兄 一会儿我去求父皇母后 他们消了气就没事了 父皇母后 是 是啊 是啊 他们现在是你的父皇母后 我这个可有可不的人 不用管 二皇子 二皇子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皇兄 以后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 不管父皇册立了谁当皇后 我们永远是好兄弟 你永远是我的好哥哥 恭祝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恭祝吾皇 万岁万岁万万岁 母后 我已经完成了你的心愿 可是代价也太惨痛了 父皇家吗 正儿生死难捕 奉旋下落不明 我为了得到皇位 伤害了那么多的人 这么做 值得吗 姻母后 生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啊 他因因嘱托末将要尽全力 辅佐大皇子你 做上太子之位 父皇 从未向你母后许诺过 说要立你为太子 而且 而且 你的母后 也是贤良淑德 她绝不会让你 做出有违朝纲的事的 母后 父皇 父皇和杜志安他们谁在骗我 你在天之灵 能不能告诉我真相 是 夫人 你不用太担心 我相信小姐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我 这一拳是替岳征打的 这一拳是替岳征打的 这一拳是替凤岳征打的 这一拳是替凤岳征打的 这是被我父母打的 这是被我父母打的 这一拳是替凤岳征打的 我听见了 别打了 月轻不要打了 我要打这个无情无义的人 他答应我绝对不会伤害岳征 可几果呢 而凤蜀对他这个皇兄情深意重 他就为自己的私心夺了他的皇位 他有什么资格当这个皇上 骂得好 岳父 岳母 别这么叫 我们受不起 我向来相信你 本性善良 对先皇孝心可敏 对太子替近有加 没想到 你竟然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 为了满足你个人的野心 造成朝廷动荡不安 你对得起先皇吗 对得起黎明百姓吗 我对不起 对不起郑儿 你要是觉得 对我们原家有歉意的话 就放过我们 不要再纠缠郑儿了 小师傅 能不能告诉我 郑儿的伤势如何 人还没有醒来 你放心 我会照顾他 好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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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开心 凤凰 凤凰 我已决定要成全你了 只是不知道我这样的决定 是否能够成全你了 我希望真的带给你快乐 不管怎样 还是要感谢你 给了我圆梦的机会 即便虚假 也曾有过要白头偕老的承诺 如今也到了 梦该醒的时候了 这新的希望 你和思雨可以幸福地生活 这一场纷争 结局会如何 我永远都不会知道 但是我仍自私地希望 你能够得偿所愿 好好地活着 这一切 就由我一个人来承担吧 我只求你 到时候能放过凤雪 这样我在黄泉路上 也能烧感安息 生活 母后在世的时候 对我说过 希望将来 我能娶个举世无双的女子 我上山学艺八年 就是要做举世无双的女子 你放心 我们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 我都会心甘情愿地 永远和你白头偕老 正儿 你怎么那么舍 我怎么舍得让你为我而死 夫人 皇上在外面待了一个多时辰了 这是当各 Odote 白天悦 我马上就走了 好吧 正儿现在对你来说 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见她还有什么用 请回去吧 这个气 我是利用了正儿 可是 我真的没有想要害死她 我这么做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完成我母亲的遗愿 活头 你母后 怎么会在临终前 让你去涉险篡位 小慧皇后 她那么爱你父皇 怎么可能要你去 违背你父皇意愿 去伤害你父皇 我相信你母后的遗愿 是希望你能够 平安长大 你说你以为了 你的人 有什么事 你两个组织 一定是 你会不会有用的 这个太欺负 我也会不会有用的 有什么人 你会不会有关于